世界上闪电最多的地方 有这么一个村庄 一年365天 有260多天都在经历闪电 这里就是委内瑞拉的空谷米拉尔多村 被称为世界上闪电最多的地方 在这一年里 约有一半的时间没有黑夜 地理好的同学知道 这肯定不是极昼的原因 那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由于这里的地理环境十分特殊 加上特定的气候等一系列反应 使得此地一年里有半年的时间 晚上都会发生闪电 这个闪电次数非常频繁 平均每小时闪电高达3000多次 而且每次都会持续10个小时左右 众多频繁的闪电照亮了这里 使得此地几乎没有黑夜 闪电的可适度有400公里 被当地居民称之为上帝之怒 对于这种奇特的现象 科学界还存在争议 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说 这里的闪电是怎么形成的 但村民已经习惯了这种现象 因为这里晚上只有闪电 并没有雷声 睡觉的时候拉好窗帘就行了 并不会影响到他们休息 由于孔谷米拉尔多村 离这个奇特的景观很近 也使得这里成为了世界上观看闪电最佳去处 孔谷米拉尔多村的闪电现象 已经存在100多年了 近几年 这里的村民也开始发展旅游 修建各种建筑物 公游客观赏闪电器官 你们想去看看这个世界末日即逝感的奇观吗